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方面孩子自己很有自发性的动机 然后加上又有很好的一些资源的支持 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1300好像这么多年来 加上有一些特别具有热忱的一些教育工作者 好像这个万里教育集团他们 我很有幸我们家庭有他们的一些的协助 所以让我们能够很顺利 那我想我们是觉得很欣慰 真的 这个哈佛爸爸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这2014年呢 你们的小孩呢就会进入了这个全世界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 尤其呢每次在教育节目当中都知道哈佛呢 这个录取率是年年创新低 那今年是低到了5.9% 那亚裔呢更是男上加男 真的就百分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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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 哎呀 所以啊,我覺得我們要把這個credit,把這個成功的關鍵, 我們在座當中有一些,他們是單親的母親, 那特別又是,有很多人,甚至連他們的配偶也都很難理解。 但是我在想,他們打了很好的基礎, 所以我講,藉著這個機會也真的是, 要鼓勵每一位媽媽,你們的心腦絕對是沒有枉費的。 那特別我們在座當中有一些,他們是單親的母親, 那特別又是,有脫了一份的心腦, 那我相信他們常常在半夜當中流淚,他們的禱告, 上帝都知道,我相信上天絕對會報答他們。 好,這是媽媽的部分。 所以我想,首先真的是要,要覺得是要鼓勵我們的媽媽。 那爸爸其實我們都只是,臨著一腳而已。 就好像說,馬來松的沙頭,在不同的階段都需要都不一樣。 在剛剛起跑的時候,我們有了清楚的目標。 可能我們的家長有時候不瞭解我們目標, 該如何來定。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需要求助專業者, 他們來幫助我們,來衡量,來自定。 那之後,怎麼樣他們有一個目標之後, 幫助我們孩子能夠建立持續的那個momentum,那個氣勢。 那你看馬來松賽跑的,他們在中間點,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的需要只是喝一點點的水而已。 那甚至是在靠近中點站之前, 你看到他們不再喝水。 因為有時候在電視上看到, 他們只是水在攪在他們的頭上等等這些動作。 所以我們講,我們爸爸在後階段扮演這個角色, 也就是要非常有策略性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運用我們的策略, 也就是我們怎麼樣去選一個好的一個教練, 好的一個導師。 那我個人就是可以見證說,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特別需要有一個專業者, 好像萬里教育集團, 雅律師、小律師他們。 他們就幫助我們的家庭, 來規劃這個所謂的翻略。 那讓我們能夠有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的去簽訂。 我相信我們有當過兵的這些爸爸, 都可以比較容易的明瞭。 戰略,沒有錯,我們的小孩申請大選, 一定要翻略。 有一個清楚的目標, 有了合一的戰略之後。 同時我們了解說, 我們所要申請的不同的學校, 它的處境跟文化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戰略也需要具有正對性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特別好像在申請大學的論文的那個部分。 那我自己就覺得說, 萬里的兩位的律師, 他們個人他們具有雙文化, 甚至是三個文化的一個背景。 他們就幫助我的孩子非常有創意的, 把怎麼樣中西的這些文化的精華能夠結合起來。 因為我的孩子過去有好多年, 我們全家住在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 我們是做民選, 在一個比較貧困的國家裡面。 我們孩子有這種特質的文化的一些體驗。 我想這些教育專家, 他們就是把我們孩子的這些亮點都能夠帶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是需要有一個戰略。 然後我們怎麼樣求助於這些教育專家來幫助我們。 然後前面的目標, 一步一步的往前行。 是, 那除了貴公與媽媽們的接送, 還有運用的策略之餘, 還有什麼傳授一些成功的秘訣呢? 好,爸爸。 我在想媽媽大的基礎, 然後我們爸爸跟媽媽跟孩子一同的我們參與。 決定了這個策略之後, 那有的這個教育專家, 也就是孩子的這個, 我稱他叫做教練, 或者是稱他叫做導師。 那引導他們。 那我想我們爸爸, 這時候就可以台灣話叫做 就是抓住這個關鍵點, 然後觀察。 然後才可以把我們的孩子度過最後這個階段。 那觀察什麼呢? 就是觀察孩子的反應。 然後我試試的可以給他一些的鼓勵。 那我想, 哇, 我很慶幸有機會在最後這個階段, 我就接受我的孩子。 那所以我鼓勵有一些爸爸, 會過去內在美的家庭。 然後爸爸在夏末這段時間, 特別會播一段時間來, 然後陪伴孩子, 或許就接送孩子, 這時候就可以takeover。 那接送孩子。 因為接送孩子, 為什麼? 在過去是15分鐘, 20分鐘, 30分鐘接送的過程。 在車子裡面, 跟小孩子獨處的那一個時間, 或是特別寶貴的一段黃金時刻。 可以多聽小孩子他們的心態的反應。 那也可以傳授一下我們一些的人分經驗, 讓孩子了解。 所以幫助孩子了解我們的家庭的文化。 同時我也可以去了解小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幫助我更加地去認識我的孩子。 是,那我知道在萬里的獨家大學論文寫作班, 獨特的寫作公式, 能夠訓練孩子寫得像律師, 而且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提高文學素養。 這兩位教育法律師常常強調的, 非英國、非美國的文學名著。 那麼小孩子沒有18年讀文學名著, 但是有18分鐘速讀一本文學名著。 那麼在大學申請論文當中, 是馬上可以用得到。 身上12年級千萬不要錯過, 請大家可以打電話到萬里教育機構1888-959-1122, 1888-959-1122, 才能夠幫助孩子們贏在終點。 而且呢,這個暑期獨特的六月份開始呢, 這個萬里獨家的論文寫作班呢, 已經開始陸續去報名了, 在Parsadena,Diamond Park, 跟Erfan陸續開課。 那麼在生12年級的學生家長呢, 也可以趕快打電話, 報名1888-959-1122, 888-959-1122。 那麼呢,節目剩下一分鐘的時間呢, 是不是請哈伯爸爸呢, 呃,再跟Tempo呢, 這個跟華人的父母跟小孩的一些提醒跟鼓勵呢? 呃,我想一點點的體會跟經歷, 我是覺得說, 我們華人因為處在北美的移民社會, 那生活壓力也非常大, 那我是覺得有時候我們會給孩子有過分的期待, 那我想這個我們自己做父母親的, 或許也可以怎麼樣能夠去一個平衡點, 那就是說,我們父母親可以扮演一個, 引導孩子的一個生活的導師, 請注意喔, 是導師而不是老師喔, 所以是引導, 那同時我們就是能夠找到一個所謂的專業的導師, 好像是萬里教育的兩律師、小律師一樣, 所以讓父母跟這些專業導師能夠成為一個夥伴的關係, 然後幫助我們的孩子去發掘他們的獨特點, 那因為我們發現說, 孩子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 那我們盡量的能夠參與他們的決策跟抉擇, 但是在平常之間, 我們怎麼樣讓孩子們能夠在一個合理跟合理的一個界線, 那個bundry裡面他們能夠自由發揮, 一致能夠達到一個所謂的百發其放的一個功效, 那所以他們能夠盡期的彰顯出, 對我來講那一位創造者所創造的那個奇妙, 而且能夠繁射出好像那種, 我們叫萬華童一般的那種的榮耀出來, 所以我想我們家長都清楚, 那我也提醒自己, 我們的孩子, 這一次申請大學這件事情, 其實只是一個新的旅程裡面的一個孩子的一個體驗而已, 肚子還長著, 所以我想我也提醒各位父母, 我們必須要不要把這一次的關係就搞砸了, 以後我們還會有很多機會再提醒我們的孩子, 是, 哈伯爸爸也謝謝您呢, 在現場的見證啊, 那六月份開始呢, 萬里獨家的論文協作班呢, 在Pasadena, Demba, Rvan也陸續開課了, 那麼深衰年級的學生家長, 要不要跟哈伯爸爸一樣呢, 趕快呢, 打電話到888-959-1122, 888-959-1122, 千萬不能輸在終點, 十多年的努力就全白費了呀, 再次謝謝哈伯爸爸您的見證, 謝謝, 謝謝, 麻煩您不能輸到 Messiah